大家好 , 又是 Patrick 介紹好食抵食的餐廳 今日我介紹的餐廳是為於東涌名叫福鵬喜萊登酒店 酒店逢星期六日晚上自助餐只收港幣 188 元 而且不收加一和酒店服務費 大家請注意途中的蟹 , 龍蝦 , 生蠔 , 刺生全部都沒有 不過我剛剛在上星期六八月五日自費它吃了 我覺得值得介紹給大家 , 究竟188 元是否好食和抵食 今天我要介紹的酒店是位於東涌名叫福鵬喜萊登酒店 去酒店可以乘搭地鐵到東涌站 從A出口直行 , 就可以見到酒店的折迫巴士 折迫巴士從東涌站每小時整點和30分開出 然後酒店到東涌地鐵站則每小時20分和50分開出 車程大約10分鐘 入到酒店大堂 , 就聞到現時大部份五星級酒店用的香氛氣味 據說這種氣味可以令人放鬆神經 在酒店大堂直入 , 就見到我們今日介紹的浴廚餐廳 先睇吓餐廳的環境 地方非常寬敞 , 而且整潔 首先值得一讚 , 就是沙律區 雖然是 180 元的自助餐 酒店仍然提供五星級水準的新鮮沙律 並沒有好似其他平價的自助餐 將貨就價 沙律區提供選擇的進口蔬菜非常之多 大家可以慢慢睇吓是否同意我的講法 跟住 , 就到亞洲熱選 酒店提供選擇有豆腐魚柳 紅腸雞翼 星洲炒米 炒時菜 還有紅色咖喱 還有橙色咖喱 不知是否近機場 這幾款熱選就好似經濟客位的飛機叉 酒店提供的中湯是紅蘿蔔青蘿蔔煲豬骨 西湯是南瓜湯 但我回到家才發現原來我沒有拍到 飲湯自然要配麵包 而麵包的選擇都好多 屬於酒店的水準 雖然我這個保溫燈照著 如果可以將麵包烘熱更加好 跟住 , 就做西式熱選 亦是當晚的主菜 是有焗牛扒 牛扒肉質非常鮮甜嫩滑 是高級牛扒 牛扒配焗薯仔 焗魚柳配蕃茄 這碟的主菜 在一般的扒房應該值500元以上 這個188元的自助餐 我覺得食完牛扒配魚柳 已經是物超所值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覺得我沒有介紹錯 跟住 , 到麵食區 請注意 自助餐沒有提供點心 麵食有魚蛋和魚片 湯底有豬骨湯 牛肉湯 雲吞湯 和辣沙湯 而選擇的粉麵 菇類和蔬菜種類都好多 大家可以慢慢睇吓 我是喜歡食粗麵 所以我都來多碗粗麵 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如果你看到這裏還未訂閱的話 請你訂閱 因為你的訂閱是我做片的動力 請按按鈴鐺 給個點讚我 歡迎大家留言 每一個留言我都仔細睇 請看廣告 並將這集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跟住 跟住 , 到甜品的選擇都好多 有好多種醬皮糖 不過 , 我就講不出他們叫什麼名字 有凍的蔬菜糖 有曲奇餅 巧克力蛋糕 還有芝士蛋撻 這個配咖啡非常之好 有蛋布甸 還有葡萊 葡萄 另外還有幾款西餅 水果有黃色和綠色的蜜瓜 菠蘿 和西瓜 酒店有提供的凍檸茶 和西式的紅茶和菊花茶 和菊花茶 希望大家喜歡 老實講 如果你不吃牛肉的話 今次的抵食指數 就大打折扣 除了我每個星期做金文周報 我會繼續尋找世界各地 好食抵食大眾化的餐廳 最近我去了泰國布吉玩 我發現有兩間好食抵食的餐廳 我將這條片的連結 放在圖中的右上角和片尾 歡迎大家去睇吓 最後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我的好食抵食系列 請你分享這集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